战狼2热映 战狼3还是演员阵容都比第一部要强大 已经拿到了56亿票房的吴京 有了充足的资金支持 战狼3的升级让人期待 据悉战狼3的电影剧本已经送审 战狼3这次会充分满足广大网友的要求 邀请彭于燕和段一红这两位实力演员 同样也是硬汉加入战狼3 吴京也与段一红和彭于燕有过多次合作 想必他们之间也有些默契 顾免让人十分期待他们的合作 但同时也透露张汉或许无缘战狼3 有人认为剧组有钱了 不再需要张汉了 但此言论不攻自破 吴京就曾说过 只选对的不选贵的 如今战狼3要开拍了 此前甄子丹与吴京不合的传闻 也被甄子丹亲自澄清了 并晒出了他们的合照 有网友喊话 不妨邀请甄子丹和李连杰来试试 GC战狼3很有可能在新疆取景 之前在拍摄《战狼2》时 吴京就有意在新疆取景 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 这次如果能在新疆取景 也算弥补了他之前的遗憾